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最近吵得非常火热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事情 前些天外媒传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份访问台湾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北京和美国就爆发了一场至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威吓战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中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 我们正严正以待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利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之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 并且赵立坚还说 北京已经对美国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警告 就是暗示北京不惜使用军事手段来阻止佩洛西的访台 北京外交部警告美国 说我们正严正以待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说过的狠话 尽管赵立坚并没有说这个严正以待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呢 原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指出了北京所谓的严正以待的这个具体的计划 胡锡进说 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 北京将派解放军战斗机伴随佩洛西的专机一起飞进台湾领空 并且要飞越台湾岛 要看看台湾军队敢不敢打解放军的战斗机 如果是台湾军队不敢打解放军的战斗机 那当然就是北京赢了 台湾就是灰头土脸输了 如果要台湾军队敢打解放军的战斗机 等于是台湾主动挑发了台海战争 那台海战争爆发对美国来说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美国就是有可能会阻止台湾军队去打北京的战斗机 以免给北京制造一个入侵台湾的理由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是解放军的战斗机进入台湾领空 台湾军队不管打还是不打都是台湾输了 胡锡进还以为他这个计策是很高明啊 但是呢 老高一尺磨高一丈 针对北京放狠话 说是准备要派解放军的战斗机 去半飞佩洛西的专机 美国呢就提出了一个更高明的对策 就是美国要派航空母舰战斗机群 给佩洛西的专机护航 如果是解放军的战斗机试图接近 佩洛西的专机准备一起飞入台湾领空的话 那么美国的护航战斗机就会驱逐解放军的战机 甚至会击落解放军的战斗机 因为这是美国的战斗机击落解放军的战斗机 不是台湾的战斗机击落解放军的战斗机 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台湾击落了解放军的战斗机的话 那北京就可以以此作为报复 就可以作为入侵台湾的理由了 但如果是美国的战斗机击落了解放军的战斗机 这件事情和台湾就没关系了 北京要报复 要找美国去报复 就不会成为北京入侵台湾的一个借口 那么北京敢向美国报复 敢向美国发起一个军事的所谓报复 大家都知道北京没这个胆量 因此如果是美国的护航战斗机去击落 试图伴飞佩洛西的解放军的战斗机的话 那北京就成了哑巴吃黄连 他们也不敢报复 反过来这样就变成了北京自己灰头土脸了 尽管美国派航空母舰战斗群 给佩洛西的专机护航 可以说是一个万无一时的方案 北京也不敢轻挙妄动 但是呢 现在拜登政府还在犹豫 就是他们担心会和北京发生什么军事冲突 而拜登越犹豫 美国表现的越软弱 北京就认为美国怕了 他们怂了 所以北京反而升高掉门 进一步去威胁美国 今天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的事情的 他这样对记者说 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旅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 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北京军方放话说是绝不会坐视不管了 就是表示解放军这次是会有行动的 他们会有什么军事行动来威胁美国 要放弃佩洛西访台的计划 在北京军方发出威胁之后 胡锡进又开始叫嚣了 胡锡进声称 如果是美国的航空母舰 给佩洛西的专机护航的话 那解放军就要用导弹 直接去打美国的航母 胡锡进说 佩洛西的访台计划 的确制造了一次狭路相逢 中国为捍卫主权不惜代价的意志 对美方处于上风 所以现在中方在气势上 是压制美方的 美方看不到中方 可能后退的任何迹象 如果美军航母此时 挑衅性靠近台湾岛 解放军一定会派出 足够的军事力量与其对峙 按机导弹也会对美国军舰 实施瞄准 一旦中美发生海上冲突 美国航母编队将被消灭 那么在中国大陆 人们都把胡锡进说的这些话 当成一个疯人说的疯话 没有人会相信 但是胡锡进的疯话 能不能吓住美国人 那倒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怎么说 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 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佩洛西访台成型的话 他应该会在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的几天 据拜登说 他将在这个星期和习近平通话 但是北京方面并没有确认 说是习近平要和拜登通话 按理说 现在习近平也不想和拜登通话 因为在北京看来 美国也没有拿出任何的所谓诚意 他现在和美国通话 这个时机也并不成熟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北京的立场来看 他们现在宁可表示一个高姿态 不和拜登通话 反而会让拜登感到北京不好惹 反而会压拜登做出更多的让步 如果说拜登要打电话 习近平就随意要随到 那北京就显得太谦卑了 所以 尽管拜登想和习近平通话 北京方面未必会立刻答应 他们也还想摆一摆架子 摆一摆谱给拜登一个下马威 总而言之 这次美国佩洛西的访台计划 无形中形成了中美之间的一次较量 而且这个较量 还说必须要分出一个胜负的 如果是佩洛西最后放弃访问台湾 那就是美国输了 北京赢了 而如果佩洛西不怕北京 坚持访问台湾 那结果当然就是美国赢了 北京输了 现在这个输赢的主动权是在美国的手里 那就看拜登政府怎么去做吧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 最近习近平还是继续进行他的 戊戌的礼仪性事务 比如说7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 是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制贺信 这种写贺信当然就是一个物须的礼仪性的事情 在比如7月25号央视新闻第二条新闻 习近平向印度新任总统制贺电 这个发贺电当然也是物须的礼仪性的事情 所以最近习近平都是搞这些什么写贺信 发贺电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新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的马仔们就要印给习近平制造一些新闻 要给习近平刷存在感 不过今天7月26号 习近平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新闻 这就是习近平会见来北京访问的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据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报道 7月2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然后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就中印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习近平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印度总统佐科 这就有点奇怪 因为北京会见外宾最高的场所是在人民大会堂 钓鱼台国宾馆就比人民大会堂要低一级 按照印尼总统佐科的身份 毫无疑问 他是应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会见的 而不是在钓鱼台国宾馆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钓鱼台国宾馆 而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去会见印尼总统佐科呢 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再讨论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报道 7月26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京会见印尼总统佐科 也就是说李克强是和习近平在同一天的下午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 但是这个央视的报道也是非常的奇葩 这个央视的新闻没有说明李克强是在北京的什么地方会见的印尼总统佐科 只是笼统地说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佐科 这就是很不正常的 因为像李克强这种国家领导人级别会见外宾 他就应该说明是在什么地方会见 是在人民大会堂还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呢 习近平的新闻就说明了 是习近平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印尼总统佐科 可是李克强的新闻呢 他却不说李克强是在哪会见的印尼总统佐科 这就是奇怪的事情 不过从央视的电视画面来看 李克强会见佐科的陪同人员更多 会见场地更大更豪华 就把习近平比下去了 我们从央视新闻的电视画面很容易看出呢 跟习近平会见印尼总统佐科的场面相比 李克强会见佐科的场面 陪同人员是更多 会见的场地更大更豪华 就是说在排场方面呢 李克强把习近平给比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那种特别喜欢讲排场的人吧 特别喜欢什么高大上的排场 喜欢很多人陪同 喜欢场地很大 装修的很豪华 但是我们看央视的画面 显然习近平这个排场啊 被李克强给比下去了 这也就是说 北京外交部给李克强的排场 比给习近平的排场更大 这个排场的大小啊 也可以说表明一个领导人的实际的地位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验证 李上席下的旁证 就是说明了 现在李克强可能已经成为北京掌握实权的真正领导人了 另外呢 在7月26号晚上呢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为左柯和夫人伊利亚娜举行了晚宴 然而从电视画面来看呢 习近平举行晚宴的场地不大 不够豪华 陪同的人也不多 这也就说明了 北京外交部呢 对习近平的外交待遇给降级了 还有呢 这一次印尼总统左柯访问北京的主要目的十一呢 就是要想当面邀请习近平来亲自出席 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G20国家领导人峰会 可是据北京的报道 习近平似乎并没有接受左柯的邀请 他也不准备亲自出席今年11月印尼的G20领导人峰会 根据北京外交部公布的习近平和左柯的会谈纪要 习近平完全没有提到 他接受邀请要出席印尼G20峰会 根据北京官媒的报道说呢 习近平对左柯说 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20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 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合 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说这样的话 就是代表了他不会亲自出席印尼的G20峰会 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 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呢 如果习近平亲自去出席印尼的G20峰会 就说明习近平连任成功了 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说法 习近平不亲自去出席印尼的G20峰会 那就是说明习近平的连任就没把握了吗 总而言之 这一次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日会见印尼总统左柯 李克强会见左柯时候的陪同人员更多 会见的场地更大更豪华 在排场方面把习近平比下去了 这显然就是表示呢 北京外交部现在给李克强更大的排场 比习近平更加显眼 比习近平更加亮丽的排场 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验证李上席下的旁证嘛 就说明现在习近平很可能大权旁落了 而李克强呢 已经内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